我今天呢,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說白色的區域是我們可以變動的 白色區域,比如單號這地方啦 或者是我們這個,這個,我們 信件的這個,這個,這個是最速件呢,還是普通件 這地方可以動,還有客戶的部分呢也可以動 那至於其他的都不能動的話 那當然我們可以做一些保護的動作 這個部分呢,前面我們也教過,還記得吧 那如果說我要保護的部分 就是全部要保護,只有白色的區域,不保護的話,那我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第一個,把這個範圍全選 整個工作表全選按右鍵 先到儲存格的格式裡面,做什麼動作呢 把保護部分有沒有,鎖定 把它打勾全部怎麼樣,取消掉 保護 預設是全部都 全部都保護 那所以我們這地方的話呢 就是 分正一下,應該是把這些 全部都打勾好了 全部都鎖定 鎖定的話,表示說 有鎖定的部分,是要被保護的 那另外順便講一下就是說 在這個公式部分呢,如果說你要保護公式的話 那這邊有個隱藏 前面也有講過,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那先把所有的儲存格先做保護 按確定 然後呢,把那個白色的區域按卡錄鍵 這些 白色的區域的部分呢,設為按右鍵 再把這個白色區域的部分呢,保護部分鎖定取消 取消之後呢,按確定 也就是說呢,我白色的區域不鎖定 那不鎖定的話呢,就沒有保護 所以白色區域不鎖定 其他的都有鎖定按確定 那其他的區域呢,都不能動 只有白色區域可以動 那再來的話呢,我們就直接到哪裡呢 到那個,應該是在教育裡面的保護工作表的地方 點一下 那預設的話呢,他會問我們要不要加一個密碼 如果說你希望呢,不能夠再變更保護的話 最好加一個密碼 OK,按一個確定 那密碼他會要求你再輸入一次 OK,那你要記得這個密碼 不然的話,如果你忘記了也沒有人可以幫你了 OK,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那我們來試試看 基本上呢,如果我再加一筆資料 不會有問題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把小記 或者是總額的部分呢,做變更的話 假設我按一個Delete鍵 它會出現什麼呢 你要變更的儲存根 或圖叫已被保護,無法變更 那如果要更改小記的內容呢 按Delete